執行長 執行長 各位市長 各位同學 大家早 執行長剛剛的介紹 我自己是唸 大學是唸 資訊工程 研究所唸圖書資訊 我寫論文的那一年 教務長陳少生 教授就是我的指導老師 所以我其實也在師大當過 研究助理 好 那剛剛執行長 有介紹到 我目前所服務的 英寺人靈銀行 英寺是目前國內 規模最大的人靈銀行 大概有超過一半 的企業跟求職者 都在英寺上面 找人才跟找工作 所以 我今天介紹的有一些的 大部分的內容 應該其實就是 以我們的網站 相關的數據 為基礎 好 那我今天應該準備的 架構 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一開始我會先談一下 就業市場 就讓大家對就業市場有個概念 再來談產業趨勢 企業怎麼爭財 這些部分 比較是屬於 基礎的概念 有了基礎的概念 再來談 就業準備 就業準備 分成心態觀念 跟履歷免談 好 那在一開始之前 我先稍微調查一下 今年會離開學校 進到職場 就是大四的 或者是 應該是說 說二 要進得上 可不可以取個手 比較少 好 那再來大一的 好 謝謝 大二 大三 好 那個是說一的 研究所的 我反而是大一最多 那再來 好 那我 我會把重點放在 因為 對大一到大三的同學 你們目前應該沒有 立即去準備履歷表 跟面談的需求 所以我今天我會把重點放在 前四個部分 那履歷面談我還是會談 和會談的角度會是說 對各位來講 因為等到你到了大四之後 你必須要準備一份履歷表 那你要怎麼從現在開始 就可以開始做準備 那以及它的原理 因為其實這些內容裡面 關於怎麼寫履歷表的技巧 面談的技巧 其實在網路上 是比較容易找到參考資料的 那我的前四個部分 相對在網路上 比較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我會把重點先放在 基本的觀念上面 好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 就業市場 就是 一般我們在談就業市場的時候 它分成兩個大的部分 就是在各位的左邊 這個圈圈叫做勞動攻擊 就有點 這是專有名詞的 指的是求職者 右邊是職缺 在一個市場裡面 你一定有工作 就是有人提供工作機會 你才有辦法找到工作啊 那反過來 有人要找工作 企業才有辦法找得到 人去做某些事 好 那目前來講 大部分的職缺 跟求職者 在媒合的時候 大概有七八成 都是透過人力銀行 在二十年前 不是說 在二十年前 最大的管道是報紙 那現在網路化的時代 主要透過人力銀行 那再來 其實 人脈跟報紙 是第二的管道 對求職者而言 第二的管道是人脈 可是對企業而言 第二的管道是報紙 那他大概就佔十到二十趴左右 所以那個跟人銀行 佔的比重是相當懸殊的 那一般的企業 他在找人的時候 就除了他 比較大的企業 會有一個部門 叫做人資部門 比較小的企業 就有的是五到十人的公司 他大部分有的是老闆 自己也兼人資 那或是老闆的太太 小姨子 這是我們之前調查的 就是他兼著做 所以一般你在找人的時候 除了老闆是一個重要的關係人 那用人的單位 我們把他稱作用人主管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人請進去之後 是他要派工作給他 那到底他要選什麼樣的人 他最清楚 那另外列財顧問是 在職場裡面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中高階的職缺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出現 叫做列財顧問 為什麼呢 因為等到你在職場上面 翅膀越來越硬之後 到了某個年 尤其你有了家庭之後 你對於轉換工作 會變得格外小心 因為你可能整個家庭的收入來源 主要是依靠你的那一份工作 所以通常他比較不會冒然 像剛畢業的 就是看到工作就是 營增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換工作 他會有一種角色叫列財顧問 會在中間企業跟求職中間 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 他會去幫你談 談到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你可能覺得OK了之後你再換 好那下面這兩個表 講一下現在台灣的現況 有時候我們在媒體上面 會常聽到說 現在好像低薪 那就是工作有的說不好找 可是七六講說他很難找到人 在左邊 求職者這個表哥 現在台灣的求職者 最常找的五類工作 行政總務 民事營業 餐飲人員 操作技術跟業務 消售 這邊大概佔了45%左右 然後如果看勞動需求 就是工作也是這五類 可是他的排序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對找工作的人 最想去找的行政總務 可是行政總務你看喔 十三點一趴的人 在追逐五點九趴的工作 反過來 業務銷售類 要去從事業務銷售的 只有五點五趴 可是他的職缺 有十點八趴 就是我們在職場上面 會有出現這種 他不是說工作多 你想要去應生的人就是多喔 他會有出現這種 比較極端的現態 那他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在應是我們有一個心思情報服務 就是說我們從那個履歷表裡面 這些工作者會去寫他之前的薪水 我們把它分成四個向線 在最左上方這個叫做薪水多 可是他的所謂的機會 機會少值的是 是平均一個人可以分配到的 可以應徵的工作機會相對比較少 那這邊是錢多機會多 那再來是錢少機會多 跟錢少機會少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 那這邊每個泡泡都代表了 一種植物類別 所以你可以看說其實 有時候我們在看媒體 才常講說心思低 其實心思的議題 他看整體坦白說意義不大 因為每個泡泡分布很廣 所以每一種你從事的植物 他心思的弱點跟行情是不一樣的 那你有時候 你談一個平均數的時候 是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就變成是一個點 那可能會產生一些誤導 好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 五類最多人想要找的工作嗎 他的弱點在哪裡 行政總務他是最少的 心思相對比較 起薪比較低 心思含掉的幅度比較低 一個人的機會也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想要去找這樣的工作 可是他的職缺是有限的 好 餐飲 門市 跟操作技術 其實也都是屬於相對 比較辛苦的職務 裡面唯一有一個 會落在上面相限的 業務銷售 剛剛業務銷售 我們大家有沒有還記得嗎 他是比較少的人想要去從事 可是他缺很多 所以他其實所謂的心思是 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叫普遍低心的現象 是因為 因為大部分的人想要從事那個職缺 剛好是屬於心思結構比較低的 那原因是因為競爭還激烈 可是其實上面有一大堆泡泡 他是屬於相對 例如知識含量比較高的 他其實心思行情是遠高於平均的水準的 這個是整體的上班族 如果看一下社會新鮮人 結構還是一樣 只是位置稍微不一樣而已 你像剛剛講的那個業務 就是社會新鮮人剛好會落在平均 大概上半二左右 可是你一旦到了上班族 你看他就會開始往上跳了 好 那這兩頁 讓大家先有只是給大家有一個印象 其實我們在談 剛講談心智的時候 不同的職務心智水平不同 然後就業市場的供需 它是會影響心智水平的 那只是說通常你在還沒有進到就業市場 或是沒有看到那些數據之前 例如說你去應徵行政總務 大概你面對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些資料在網路上面 剛說104的有個新資情報其實都查得到 我其實只是從那邊先抓一些資料給大家參考 好那談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看是說 那到底剛剛講那兩個圈圈 影響那兩個圈圈的主要變數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因素在影響就業市場的需求 什麼樣的因素在影響就業市場的供給 一般其實在談的就是政治經濟跟科技跟社會 我沒有打算要進到這些細節 只是讓大家有一個輪廓的概念而已 好政治這位大家認識吧 他可能不是住在我們家附近 可是他其實對我們的影響可能遠高於我們 在台灣裡面很多人 就是去川普上任之後 有幾個政策對台灣的市場影響是很大的 第一個是他希望製造業 因為製造業原本在亞洲 在中國比較多 那他開始會利用一些租稅的優惠 鼓勵企業到美國設商上 鴻海鴻海在美國就成立一個很大的工廠 你看他就會提供當地有就業機會 可是他一定會排擠到其他地區的工作機會 好那再來是最近最夯的 你看在談那個貿易戰 貿易戰感覺是美國跟中國的事 看到我們什麼事 影響很大 因為台灣的產業大部分都是 你看我們的製造業跟科技業 它是國際供應鏈的部分 台灣很厲害喔 台灣我們有好幾項的零組件 在世界上面的排名 幾乎都是你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 好那零組件的需求從哪裡來 零組件就是說你例如說你 你的手機現在手邊的手機 裡面就有很多零件是台灣的廠商提供了 好一旦如果像最近那個 美國在制裁中芯這一家公司 那所有中芯的供應鏈的廠商 你可能你的生意就受影響了 生意受影響 等到他生意很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就必須要裁員 所以對工作就會產生影響 可是另外一個 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會有 有的公司會受益 那有的公司受益的時候 他的員工福利可能就會間接變好 好因為那公司生意變好 所以這是有影響的 然後中美關係兩萬關係 這不用說 就是說這個三角關係裡面 有時候會牽涉到 會對一些產業會發生影響 好經濟 這個圖是就是 國發會都有一個那個景氣對的訊號 不進入細節 大家看看這個圖 綠燈代表景氣好 下面的那個藍燈代表是景氣不好 其實最好的景氣最好 還有紅燈 紅燈比較少出現 你看這個就像一個波動 波動代表的是什麼 沒有每天過年的 也不會一直是不好的日子 就是說景氣好的時候 企業的生意好 市出的工作機會就比較多 景氣不好的時候 企業僅縮工作機會就會變少 所以這個一樣都會影響到 剛剛講的那個 就業市場的供需 好社會因素 這個因素影響很大 可是它影響很慢 就是台灣的人口結構大概到 中間這個藍色的部分 這個部分 藍色的是15歲到64歲 我們所謂的勞動力 台灣的勞動力大概在 兩年前達到的歷史的最高峰 然後之後你看這條線 之後就會往下走了 而且一去不復返 到什麼時候可能會逆轉呢 直到我們的出生率 可能到了某個時間點 又再出生率又再提升了 而且你的出生率提升之後的 15年後 這些人可以進到職場 人口結構才會變 所以這會影響是什麼 企業越來越難找人 當然換另外一個角度 未來的孩子 你們在台灣找工作的 競爭者變少 可是這是站在一個前提之下 企業都沒有到 那你的競爭者變少 你會變得好找工作 可是企業如果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說假設政府沒有配套 有其他的勞動力來源的話 那他可能被迫把公司 遷到其他的地區 比如說那個東協遷到大陸 那工作機會又會變少 這是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 跟老人相關的產業 應該很容易 像老人在這邊嗎 人變多 機會一定變多 工作機會一定變多 那跟小孩有關的 工作機會會變少 因為人變少 那當然工作機會變少 不代表 我們剛剛前面在講工需 其實裡面有一個要素 不是說餅變變大 每個人可以分到就多 當你餅變大 可是要去吃的人太多的時候 每個人其實是可以分到的 也是少的 好 那接下來就慢慢進到今天 我要講的重點之一了 你看我題目叫做 巨變年代的就業準備 這個巨變怎麼來了 其實在這五到十年來 應該是驅動就業市場 最大的變數就是科技 在這上面每一個關鍵字 可能都可以 你找那個領域的人 都可以聊上一兩堂課 講比較基本的概念 那今天不是要講這些細節 這只要讓大家有一個印象說 這邊每一個關鍵字 可能都曾經佔據過一些商業 商業雜誌或期刊的封面 也就是說 我們談那個電子商務跟新年收好 電子商務在幾年前非常熱門 很多的實體商店生意受影響 即便有很多的實體商店 也因為電子商務生意變好 為什麼因為可能找一個人來做網路行銷 現在談心靈的時候在指的是 線上跟線下的整合 人工智慧 積極學習 積極這個很夯 最近在談什麼量子電腦 就是你每過一年就跑出來好幾個詞 那每個詞你如果是 你真的要去搞懂它 你會花很多的時間 你也不一定搞得懂 可是它都可能會默默影響你 當然不會每個都影響你 因為你以後你會 同事的工作未必會跟它有關係 可是你如果跟它有關係的話 它就一定會影響你 好我舉個例子 讓大家看一下 只是一個 大家去想像 現在你醫學系的學生 雖然各位不一定念醫學系 他們可能 在學習看的是看書 那現在可能有簡報有影片 然後 有一門很重要的課叫大題解播 你一定要去透過那個過程 去了解器官 好這是一家愛爾蘭公司 它做了一個APP 大家可以感覺 以後你上課的 面對的可能不是課本 那如果是說 你在學習人體的結構的時候 面對到的界面是剛剛那樣 那應該會加速你去了解人 人類的那個器官 而且你不一定是要面對一個真正的 冷冰冰的屍體 好 那這個是其中一項應用 就是虛擬實境跟擴增實境的應用 那類似像這樣的應用很多 那每個 你看剛剛說它會影響到什麼 有這個之外 那對出版社而言 像醫療領域的那個每一本的教科書 非常非常貴 那他們可能主要的客戶 就是學校 醫院 你看它可能會影響到 那一個垂直領域的生態圈 好 那我以這個為例 開始去談科技 就是整個產業趨勢 尤其是科技所所帶動的產業趨勢 那AI應該是過去這一兩年最熱門的議題 那在媒體上會炒熱 就是從那個Avago 那個圍棋的城市開始 那它的創作者也是我們十大的博士生 我們在今年年初 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我們讓求職者去預測 他覺得今年影響之場最重要的關鍵是 本來我們預期應該不外乎是基本工資長 一利一休 那可能會有一些求職者對低薪 會困擾 人才外流 結果這上面 我狂起來的 AI 大數據 機器人 跟機器學習 很多跟科技有關的關鍵字出現 而且AI是人工智慧是第一 因為媒體上面都會談到是說 AI未來可能會取代到我們的工作機會 會不會等到各位畢業之後 整個職場上面的情況 完全跟現在不一樣 那有時候會讓人家很擔心 好 其實你每過幾年 各位現在剛好在在學 你們可以去做一個實驗 你們跑一趟圖書館 那去找那個五年前的雜誌 如果可以找到十年前的更好 就是商業雜誌 然後你把它拿出來看 翻一翻 商業雜誌 每一期都會有一些趨勢的預測 你去看那個五年前預測的跟現在 就是你現在所處的現在準不準 你會發現很不準 為什麼很不準 因為你看我們每一年 這雜誌封面都有一個詞 因為媒體需要題材 可是眼鏡這麼快嗎 每一年就從雲端進化到川泰嗎 進化到物聯網嗎 其實每一個機器在發展 它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 別格子有一句話 我覺得說得很好 他說 人們常低估 就是你會低估高估 你會高估一件事情在兩年內 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你會低估十年前 那個十年內會發生的 就是 例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人工智慧 我們想說 那兩年後會發生什麼事 就剛好跟各位快畢業的 你會高估它 你現在媒體預測的 等到你畢業都不會發生 可是你不會發生之後 你就大意了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到了十年後 它發生了 所以它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個時間 會跟大家的直覺 會有一些差異 好 這張圖 這個趨勢 Gunner是一個 很有名的研究機構 它每年都會發表 一個這樣曲線 叫Hype Cycle 就技心技術 炒作的曲線 好 這個曲線怎麼意思呢 它說法是這樣 每一個新的技術出來 一開始都會被過度期待 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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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是期待的最高峰 這裡面也會造成 有些新創公司的股價 會變得很高 然後下來這一段叫做泡沫化 就開始泡沫化 泡沫化到最低點的時候 大家覺得它晚了 沒有人在記著它的時候 其實它沒死 就是留在那個行業的人 繼續努力 然後慢慢慢慢 後面就又開始走上 這一段才是真的 所以一開始 前面這邊會有一些炒作 在他們去年發表的圖裡面 深度學習 人工智慧 現在都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開始我秀給大家看的那些關鍵字 都是在一個 現在大家常聽到就是它被炒作到 有一點點高峰啊 就是它影響 在未來兩年影響不會那麼大 可是有一些快被遺忘的 你像ARVR已經在這個位置了 因為它之前被炒作 其實很多年前就已經被炒作過了 所以它還在發生 所以等於是從剛剛我談到說 科技在過去幾年 影響職場非常的大 絕對有足夠的時間 讓大家去拎拎 為什麼 因為它發生的速度不會太快 可是那個趨勢是很明顯的 好 見往直來 現在大家應該很少人沒有 沒有用網路的吧 有用Facebook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 我應該倒過來問 沒有用的舉手嗎 沒有用Line的舉手 很少 20年前 那個沒有用Yahoo的舉手 已經有了 Yahoo應該是第一個 比較成功的商業化網站 它大概在二十幾年年 九四九五年的時候出來的 然後就從校園發機搬出來 那它即便到現在為止 還是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 你看每一年在網路產業 都會冒出一些公司 有些公司其實 我們已經很陌生了 什麼Likos Ebay可能有停過 現在沒有那麼大 比較大的剩下Facebook Google YouTube MySpace曾經比Facebook還來大 現在都快小成年級了 你看喔 就是這二十年裡面 就網路產業 科技產業 有一個特性是 它的那個 公司的更跌 非常的快 它比較不會像是說 你石油公司 鋼鐵公司 你可能很容易 或食品公司 就是百年企業 科技公司 至少到目前為止 因為剛剛講到Yahoo 已經從巨人開始視為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好那我們這二十幾年 網路產業發生什麼事 我的第二 從第二份工作開始 我覺得剛好是在這個產業 就是我那時候是在 新浪網服務 就是另外一家入口網站 那時候跟網路產業相關的工作 就是在網路公司有而已 你很少會有其他的工資會找跟網路相關的職缺 好我們大概在三年前的時候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去看跟網路相關的 會運用到網路相關的職缺 在各行各業 而且給的待遇會比較好的 做了研究 就是發現有六個領域 像數位金融 智慧娛樂 智慧生活 是要運用智慧製造跟數位行銷 你過了二十幾年了 他的職缺數還是大幅成長 成長的速度遠高於大盤 也就是說網路相關的工作的成長率 遠高於其他的工作機會 已經過二十幾年了 可是他結構上出現一個很大的不同 各行各業都需要網路人才 換另外一個角度想 你只要變成是所謂的網路人才 你在職場上面的身價也會高一點點 因為這樣的人才 原則上需求是大於公寄的 除了科技產業 軟體網路跟電子製造業 連批發零售 批發零售為什麼需要網路人才 電子商務 你需要做網路行銷 因為你不做網路行銷 你生意會變不好 製造業也需要數位人才 因為你現在的製造 有很多其實已經開始是導入數位化 教育數位學習 所以他是全面性的 那你看他的職缺 早期在網路公司裡面 大概最主要的職缺就是幾種 一種就是叫做網路製作人 或是網站企劃 比較屬於行銷企劃類的 那再來做視覺設計的 跟寫程式的工程式 所以 軟體開發類 可是行銷跟企劃類的量 需求非常大 因為剛剛有提到是說 連傳統產品也需要有人去做網路行銷 那藝術設計類是 現在大家比較喜歡看的不是那種一大堆的文字 你會喜歡看圖片 看多媒體 所以你對設計的需求變大了 所以設計類也是 剛剛講生產指導類跟數位金融跟金融相關的 就是說他要找的人才不是傳統的 的 電商學院的 他希望你要有一點點網路的 的sense 那你進去之後 你才有辦法能夠把網路的應用 跟原本金融業的行業知識去結合在一起 剛講網路從雅虎開始商業化到現在 走了二十幾年 還在蓬勃發展 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網路的樣子 那AI AI其實也不過才開始而已 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我們今年年初也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去看說 跟AI相關的工作機會數是不是有蓬勃發展 果不其然 這三年內 也大幅成長 也是比大盤來的大 那當然以數量 剛剛的網路相關工作大概是四五萬的規模 AI的工作現在這邊大概是六千的規模 所以有一段差距 可是我們來看看他到底在找哪些人 這一頁是 國內跟國外 我們各找了一個報告 國內是我們自己做的 國外是有一個 有一個工作的搜尋引擎 他的數據也是三年半一倍 好 那他的現在找AI人才的產業 都以科技業為主 就跟二十年前網路產業在發展的時候一樣 就是他的相關的行業 那找的工作呢 主要都是跟工程相關的 就是各類的工程師啊 其他的做行銷的那些還少 唯一進到前市民有一個叫做業務人員 可是比例只佔1.5%非常的少 所以他還處在研發階段 所以如果是從現在這樣去看 看他的職缺 你去對比把人工智慧 對比跟網路產業去做對比 他還需要一段滿長的時間 所以其實滿符合 如果比爾街剛講的說 我們有時候會高估 他未來兩年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以網路產業來講說 可能他需要的時間會比網路產業需要來一段 未來十年那一定跟現在比 應該會有很大的改變 好 那所有的新產業 剛開始盟了的時候都有一個現象 他對人才的 我這個寫錯了 這個業是多的 人才需求先於人才供給 為什麼 因為在實驗室裡面有一些的應用 被證明可行之後 可以商業化之後 他就開始找人 可是學校還沒有培養出來 那你少數因為有一個特定的環境培養出來 人才在市場上就會變得非常的稀有 他就會很搶手 這一張是AI相關工作的年薪 資料科學家破百 然後演算法工程師基金工程師 就這些都是比一般的行情高很多的 可是剛剛 為什麼 因為回到工區 這樣的人非常欣賞 所以現在很多的學校開始培養這樣的人才 等到人才大量出籠之後 因為他需求也會成長 他最後會到了一個平衡點 就是如果是人才 企業比較容易取得行情 可能就不會那麼快 那這是幾乎所有行業的特性 就是說 我用這一張點出一個議題 就是說各位 其實包含各位 有時候家長也會給你們一些建議 有時候在媒體會出現的熱門行業 你去追逐它 如果你念書的時候去追逐熱門領域 你未必對你的發展會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給你們的建議 在當下是對的 因為當下它的確是熱門行業 可是等到你畢業之後 熱門行業 剛在這邊有一個特性 熱門行業的特性是 人才的需求大於人才的供給 所以大於比較好 等到你畢業之後 跟你一起畢業的人都變成是人才的供給 供需可能就相對平等 甚至如果出現供過於求 你就沒有那麼好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要留意的 那整個產業演進的大趨勢 先來看能見度比較高的 數位化網路化 這從二十幾年前開始 到現在還在走 這個是最基礎的 每一家企業 而且應該是現在還沒有導入的企業 也會慢慢都進到這個圈子來 好 在發展人工智慧 有一個很大的前提 就是大數據 你數據越多 你可以做的應用越多 你像易營室為什麼 這樣的網站為什麼可以去做 之後可以做AI的應用 是我們每個月 會上來找工作的人 的求職者就五六十萬 同時間在刊登真才的公司 有三萬多 職缺有七十幾萬 你看這裡面的應徵數 我們一年光求職者投遞給企業的 的應徵 那個應徵的需求五千萬 所以它的數據量非常的多 所以你去分析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裡面去看到一些應用 零售業大家去超商 你會看到有一個收音機 它的收音機是電腦化的 它每天每天來來回回 總共有哪個貨品出去 那個數據也非常的大 只要是跟這種數據量大的 都是會第一批導入人工智慧的 其他就是需要時間去慢慢累積它的基礎 數據基礎 尤其是說如果它連數位化跟網路化都沒做 那先不用談大數據 所以它是有一個脈絡的 整個AI的應用 因為大家還是很關心AI 所以我這邊用一頁稍微來講一下 各種應用的可能性 可能會對職場的一些影響 工業機器人 就左下這個圖片 現在很多的工廠 其實都是用機器人去生產機器 那個車子是一部機器 可是很多的車廠 像Tesla 它其實是很自動化的 當一個工廠自動化的時候 它對於生產線勞工的需求就變少了 可是它會對於設計 那個自動化生產線的需求會變大 所以它會 它不是說叫做消滅某個工作 它會讓工作開始出現轉移 好那這時候的確會影響 有可能會影響到工作的重量 為什麼 因為傳統的工廠裡面 生產線的製造 就是那些作業員的量是多的 所以一旦變成是一個關燈工廠 或是完全自動化的工廠 它可能需要的 它需要的是研發人員 保養維修的人員 管理的人員 數據分析的人員 它對於那些操作型的作業員 需求都變少了 所以你對那些作業員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你的能力 知識做個轉換的時候 那的確是會有失業的可能性的 可是反過來 對於一個無人工廠而言 如果你會的是我剛講的就是說 屬於有那些機器人需要維修 需要設計 需要去做數據的分析 你是屬於有這方面的知識的 那你工作機會是變多的 好無人機 這是亞馬遜的無人機 它可能會做來做物流 所以你傳統的快遞 說不定有可能哪一天會受影響 可是當無人機很多的時候 無人機需要有人去做管理 也需要啊 你要去設規劃路線啊 然後要去做一些安排 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要完全到 都沒有人 在空中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它會影響到那個安全性 可是作為那個駕駛的輔助 就比較快了 現在其實大部分幾乎 一般很平價的車種 都有自動駕駛的概念在裡面 你像那個以前早期的車子過彎 很容易發生不平衡嘛 現在的車子都會有自動平衡系統 某個角度就是一個 類似像那個人工智慧的運用 好無人商店等一下特別講 聊天機器人士 現在很多的網站 你進去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虛擬的人跟你打招呼 那個背後是程式 他不是真的人喔 所以聊天機器人現在已經有了 寫作機器人 運動新聞 財經新聞 它有固定的格式 它有很多的這樣的新聞 其實背後是用程式寫的 它已經不是用記者 那記者怎麼辦 記者你就去寫一些深度的評論啊 所以可是反過來講 你如果原本你的水平 就只能去寫出那種比較自私化的 那你的確有可能會被程式取代 好機器翻譯像Google翻譯這個 大家很容易理解 好醫療大數據喔 在那個醫學相用科系裡面 有一種角色是專門在去看那個影像 那個曹英波的影像啦 斷層的影像啦 現在的 醫療大數據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喔 你可以餵給它 餵給那個 AI程式喔 一堆 例如說腫瘤的照片 你餵給它 它會在裡面學習喔 學習之後 它對於那個 腫瘤的辨識率 會比專業醫師還厲害 那所以它 它不會取代醫師的 為什麼 可是它會幫助變成是 醫師診斷的輔助系統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整個生態 智慧金融 智慧設計 智慧設計像 每年的那個雙十一節 大家都很喜歡 上那個購物網站去買東西 你看上面有看到一個 那個橫幅的廣告 Banner 數量那麼大 設計師哪有可能設計得完 可是你只要固定的格式 它就有辦法用程式去設計 用程式去設計那個廣告 商店 特別舉商店為例 是因為這跟大家的生活 幾乎常常會接觸 左上角這個 是傳統的雜貨店 傳統雜貨店的工作人員是誰 大部分都是 就是家族行業 有可能你是找自己的親戚 或鄰居 那後來便利商店出來了 便利商店的總量 跟以前的傳統雜貨店 比起來有 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應該多很多吧 現在有時候一條路 就有好多個便利商店 你去看一看喔 而且24小時的 以前的傳統雜貨店 很少24小時的嘛 半夜開也沒生意 現在24小時 早中晚班 你可以算一算 看看工作人員有多少 很嚇人喔 那個人家好幾萬 現在開始有無人商店 甚至是你走進去 他就刷臉 刷臉的時候 你去想像那個角度 因為他可以從你的臉部 如果你是那個便利商店的會員 他就知道你以前買過什麼 假的他旁邊有一個螢幕跟你講說 我們今天進了什麼貨 你可能會有興趣 先把那個圖片修出來 給你看 這個是現在的便利商店 可能做不到的喔 好那 他有沒有可能會影響 那個 有一天 那個街上的都變成是無人商店 這個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各位身上 就是說你想想看喔 一條街裡面 如果有一間 那個 無人商店 一間有人的 最後 有人商店會存活下來 就看客人要去哪裡啊 如果客人都要去無人商店 那有人商店就會倒啊 那如果客人都去有人商店 那無人商店影響就不會那麼大 所以 所有科技眼鏡 科技有時候是一個人名 它背後 都有一個 重要的要素 叫做需求 只要跟需求有關 就脫離不了人性 就人性的需求在哪裡 科技的眼鏡的方向就是在哪裡 例如說 你看現在的雜貨的便利商店 在台灣 你們如果有出國去看香港跟看日本的 你會發現那個便利商店好小 就你逛台灣的便利商 逛習慣你不會習慣他們那邊的 你現在 甚至最近的趨勢是把位置加大 有位置喔 然後你進去 幹嘛 你可能在那邊買個東西 就坐在那邊看報紙 說你跟他的時間的聯繫變長了 便利商店那麼好心做這種事情 幹嘛要讓你坐在那邊 他一定有統計過 你只要你待的時間越長 你最後的消費的總額就會越大 會賺回來的 可是如果賺不回來 他就不會那樣做 所以他背後是有一個很大的數據量去分析 所以關鍵在於 傳統便利商店跟未來的新商店 服務哪個可以做得比較好 那比較可以符合成本結構 就會影響 影響未來你們大家可以看到的商店 好所以 我用這句話去做 summary 科技眼鏡它會持續衝擊就業市場 那變動一定是常態 而且越來越快 可是這個越來越快 這個意思不用太擔心 那快也不會快到媒體講的是說 未來兩年就會怎樣 好 那各位去圖書館翻翻以前的雜誌 就會很有感覺 可是那個大趨勢的方向 應該是是比較明確的 所以你還是要留意它 好 那市場裡面 有一個工具很好用 就是 你去Google 你找一個工具叫Google快訊 你可以定定關鍵字喔 然後像剛剛一開始 我談到很多的那個科技關鍵字 你覺得對哪個關鍵字有興趣喔 你就把它設為Google快訊 它每天每天有相關的新聞 會寄到你的信箱 你去試看看喔 一天看第一天看你沒有感覺 比如說什麼IoT物聯網好了 你連那三個字是什麼搞不好都不是很清楚 第一天看沒感覺 第二天看沒感覺 第三天 第四天 越來越有感覺 到第五天 可能看了一個月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在幹嘛了 好 那之後你還要不要繼續保持訂閱 如果對你來越遠 你只要知道它在幹嘛的 那你可以換關鍵字啊 除非你持續對它有興趣喔 這個也是用一些科技的服務來掌握科技趨勢的一個方法